放例13 放例13 兩個Y斜線的方式給你 問你說 L1跟 L2 它的公垂線的參數式怎麼求 第二個 L1跟 L2 它之間的距離 好 這麼寫 那你要求它的公垂線的參數式的話 那你最好把這個公垂線段的垂組都找出來 那兩個坐標都有了 這個參數式 當然兩點就可以很快地解除它的參數式 那 L1跟 L2之間的距離 其實就是這公垂線段的距離 那所以你現在的目標 就是要求這兩個公垂線段的追求 也就是說這裡有一條直線 這裡有一條直線 那這裡有一個公垂線段 那這是P點就是Q點 這是L1這是L2 那你要把P點跟Q點的錯標都找出來 好 那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就可以來假設說 P點既然在L1上 你就會利用L1的這個參數式 來表示P點的錯標 所以它可以用這2、4 這個要換一下 這個要變成Z-2的話 這裡要變負1 所以這個2、4、2 然後1T、2T、負1T的話 所以我們先用S S、2S跟負1S 所以你上面的點就可以用 2加上S、4加上2S、2 2-S 2加S、4加2S、2-S 好 這是P點就可以表示出來 好 那同樣的 Q點也可以用它的參數式 來表示 一樣這邊要先擺成Y-3 所以這裡要變成負2 所以這個 有個點是負1、3、0 然後方向量2、負2、1 所以你可以用負1加2T、3-2T、0加T 負1加2T、3-2T、0加T 好 那這兩個都有了 你就可以把P、Q這個向量 找出來或者Q、P都可以 Q、P向量 那就是P-Q P-Q 那把它向前就得到Q、P向量 好 就會得到這個 那這個呢 當然這個垂直就會跟它L1的 這個方向量內積要等於1 因為垂直 同樣跟L2的這個 方向量內積也要等於1 因為有垂直 好 所以L1的方向量是 1、2、負1 所以1、2、負1 跟這個做內積要等於1 得到第一個這個 這個式子 那再來是2、負2、1 跟這個也垂直 所以內積也要等於1 2、負2、1 2、負2、1 所以兩個內積都等於0 就可以得到兩個方程式 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這個跟它內積等於0 這個跟它內積也等於0 這個跟它內積也等於0 化解的結果變成這個樣子 那就可以去求- 因為兩個位置數有兩個方程式 我們可以求得 S等於-1、T等於1 那你把它帶回去 S等於-1 就可以P點的座標 T等於1帶E去 就會得到Q點的座標 所以P點的座標是1、2、3 1、2、3 Q點的座標是1、1 那這個有兩點 你要怎麼樣找出來它的這個參數式 當然很簡單 就是你現在有兩個點 這兩個點 一個點是P點 一個點是Q點 那你要找這條直線的參數式 那你就要找出它的上面有一點跟方向項 方向項 你就可以隨便QP項項就好 QP項項就是這個P-Q 就可以得到0、1、2 那隨便找一點 比如說1、2、3 或者1、1也可以 找1、1 找一個點 然後一個項項 你可以寫出它的參數式 那你要找1、2、3也可以 這兩個隨便你找 那你的這個參數式就可以寫1加0T X等1加0T Y等1加1T Z等1加2T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XYZ X等1加0T Y等1加1T Z等1加2T 好 不要忘記 T數R 好 那第二小題要問說 那你外斜線次線的距離 等於多少 那麼說外斜線次線的距離 剛才講到了 它就會等於這個P-Q線段 那P-Q線段就是有兩點坐標 所以根號了 兩個相檢的平方 加兩個相檢的平方 再兩個相檢的平方 它就會得到根號 就是剛才的這個 兩個外斜線的距離 就是這個P-Q線段的距離 酸出來是根號的根號明定 就是這個P-Q線段的距離 就是這個P-Q線段的距離 就是這個P-Q線段的距離